等到完成法定程序 我们才会去约 那到底他们提出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到时候 再做意见交流 有准备要谈些什么吗 就拜票 就拜托拜托 宝贵的一票敬请支持 跟展开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是不是下周已就有确定 要来拜会民众党团了 只是说现在这个拜会 就连自加利委也有说 这点密室史上的基础 那这样到底还能够谈些什么 能够谈全 拜会是民主政治的一种 正常的活动 民主政治就是 这个议会政治就是民意政治 而且在选举的时候 本来就要拜票吧 我们不管是乡长县长都是一样 选总统也是这样都要拜票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 113席的立委 那大家都有投票权 那如果说像我现在 我也是候选人 113位委员都候选人 那他因为法律的规定是 互选产生 不过因为我没有成为民进党 民进党推荐的候选人 所以必须等到民进党完成法定程序 那我才会去拜访 那如果说一成为民进党的 院长候选人那我应该拜访 那不管是对方 是赞成民进党还是反对民进党 我都应该要去拜访 这个是基本上的礼貌 就时间点你确定是下周一的 只要我完成法定程序以后 我就可以去拜访 那所以到那时候我们会跟他移时间 那韩江现在是预计在29号早上9点 那您预计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会怎么跟柯文哲来开 我们完成法定程序的时候 会马上跟他们联络时间 那下周一是会来不及 下周一会来得及 会不会但是被国民党抢成天机 他们早上就要去了 我想大家各有各的计划 那国民党国民党计划 我们大家是互相尊重 他们找到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说我们去拜访 我已经跟副院长讲好 就是说原例29号完成程序 因为我不知道完成程序是几点 完成程序之后我们就会拜访 我想这个不只是现在民主政治的一种 礼貌或者说责任 我记得在过去 两三千年前的老子 他也曾经讲过 他说圣言无常心 以百信心为心 善则无善之 不善则无一善之 得善 信则无信之 不信则无一信之 得信 连老子过去这个封建时代的老子都这么讲 就是说圣言没有恒长的心 他以百信的心为心 善则无一善之 不善则无一善之 对我们友善 我们也对他友善 对我们不友善 我们也要对他友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去拜访虽然正当的 虽然我们现在党内或者说 网路上有一些人是不赞成我们去拜访 不过我想请大家谅解 这个是基本的礼貌 那你觉得柯文哲对你有善吗 因为在过去是不是其实早就跟他在宜兰密会过了 那时候有谈到立院的龙头学 我好像我不记得有在宜兰密会 没有这个事情 都没有见过变吗 见过变 不会没有见过变 但是没有在宜兰见过变 最近都没有见过变 他成为后选人以后 他成为护选人以后 成为总统护选人以后 我记得好像没有见面 因为这个黄国昌说 他不会想要投给蔡廷昌 那这个针对副院长人选 您一定会跟蔡廷昌搭配吗 还是会保留弹性 就是有可能来跟民众党合作 或是其他可能吗 我想我刚才讲 就是说113位立法委员本身都是护选人 那谁要投给谁 他当然他有他可以自主性的决定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投票员 他的决定 那至于说 这个 至于说我是院长护选人 蔡其昌先生是副院长护选人 这个是由民进党党团会议决定的 那蔡其昌先生 就会不会成为 这个副院长护选人 这个当然就 就像我现在还没有成为 院长护选人一样 都是一定要完成 党团会议的这个程序 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那确定以后 那我们会 就主动来 跟这个各党团要邀约 去拜票 那因为柯总招禁止 一直把炮口对手还过 那会不会担心说 其实这样可能会影响到 柯文哲最后的决定 我想 这个有关于 院长跟副院长候选人 这个就是 一般都是基于国会自主 那国会自主啊 就是由党团决定 那大家知道 我平常没有参加党团会议吧 那党团怎么决定 党团在操盘 那我尊重 这柯总招他的职权 所以副院长的部分 如果现在就是假设 票是投给像是张提权 然后院长投给你的话 这样子这个搭配组合 您还是会来担任院长 还是就可能会职权 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 我现在我在这边 我这边就像四年前一样 我成为民进党的院长获勋员 那我就去拜票 四年前我也去拜票 那现在 这一次跟四年前一样 我去拜票 那至于说党团怎么决定 我完全尊重党团的决定 市长这个拜访被外界职业 是密室协商来交换条件 那请问你会建议民众党来落实 他们公开透明的主张吗 我想现在连约都还没有约 不可能说现在就决定 密室协商或什么不便 我们连约都还没有约 还没有完成法定程序 等到完成法定程序 我们才会去约 那到底他们提出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做意见交流 有准备要谈些什么吗 就拜票 拜票 就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宝贵的一票敬请支持 但会应该是要先认同 他们的国会改革理念 他们才会通知 国会改革 我昨天 我昨天已经拿了一本厚厚的 大家也看到吗 那个是17年前 我就做整个 17年前我做民进党主席的时候 那时候就开始进行 第二阶段的宪改 整个宪政改革 那我们宪政改革 那等于说提出民进党的宪政改革的主张 那我们很周全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的要改革的 应该就是说我们的武权宪法 事实上是有一些必须要改革的 所以在李登辉总统时代 就把那个国民大会会掉啊 还有等等 就是说包括国会同意起来没有啦 等等 那现在 我们走到现在 大家发现 我们的宪政 就是说我们的宪法 或者说宪政体制 还是有一些问题 因为实际运作以后 总是会发现说 好像不够理想 应该怎么做比较理想 那那个部分我在17年前 我们就成立了宪改委员会 做了这个整本 那我们来分成 如果要学习美国的总统制 那就是这样 如果要学习英国的内阁制 那我们采取的就是这样 所以是两制 两制都有 那如果是总统制的时候 国会的职权是怎么样 如果是内阁制的话 那国会的职权是实际上 我们这个理院都显得很清楚 我只是不方便说 在那边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是现任的院长 我对各政党 我都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我本身在担任四年的院长 我也没有提案前 有没有去参加 没有去参加 民进党的党团会议 也没有去参加 这个民进党的中常会 中指会都没有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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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